廣東非常冷門的景點 廣東橋樑博物館 博物館的位置就在崖門大橋旁邊 崖門大橋應該很多時開車都會經過 特別現在這麼多港車北上 你去西邊的地方 例如去台山、站江那些地方 多數經過崖門大橋 今天是星期日 但是博物館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我一個遊客 工作人員見我來到才開燈 博物館主要是以照片和模型展示全國 特別是廣東省和外國的一些著名橋樑 展區有兩層 如果慢慢深入看的話 就大約一個小時可以看完 廣東省有這麼多條大橋 有幾條大橋大家應該去過了 中間這條廣東大橋 還有我現在位處的崖門大橋 還有遠一點 長沙環特大橋 即是踩單車 由深圳踩到山尾 我們偷雞過那條 即是現在建的那條 不知道建完沒有 正在建的那條 黃麻海大橋 預計二四年通車 應該是年尾通的 我看新聞說 通過之後 如果由香港去台山 車停快多半小時 還有應該是不用錢的 由於博物館是位於崖門大橋下面 博物館有一個特別的展廳 介紹崖門大橋的興建 看完崖門大橋之後 我們繼續看下其他的橋樑 這裏就講廣東省不同的橋 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 廣州那條河珠樑橋 橫毛營 照片 當然真那條 大家應該先去 不知道踩單車經過多少次 開平峽山行架橋 這條橋挺有趣 有機會踩單車去一下 講豬澳大橋 這裏就是大嶼山 機場 接著就 人工到 然後就過隧道 不過這個模型的玻璃 就很骯髒 所以認得不清楚 走兩步就去到珠海了 至於剛剛通車無奈的 心中通道 剪品正在做 但是還未做好 下次有機會再來 應該會做好 我們來看看 我來看一看 那個時候 我們去看一看 我們有一個好看 我們來看 大家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